在节目开始之前 我们先介绍一下电视剧中《异鬼》的起源 很久远的时间里 森林之子和人类爆发战争 前者几乎被赶尽杀绝 无奈之下 他们只好将龙精刺入人类体内 制造出了一个全新的生命形式 异鬼 而第一只异鬼 就是电视剧的原创角色 夜王 夜王这个角色的设定简单明了 赶紧利落地向观众说明了 谁才是剧中的最大反派 然而 电视剧对原初小说的这个改动 其实是不合乎逻辑的 根据小说的历史背景设定 在距今一万年左右 人类与森林之子签订停战协议 此后 威斯特罗迎来了两千年的和平 直到距今八千年左右 长夜才降临大地 异鬼也跟着从永东之地进入了威斯特罗 也就是说 异鬼现身时 人类与森林之子早已和平共处了很久 后者自然没有制造异鬼的理由 然而如此一来 新的问题也随之产生了 异鬼的由来到底是怎样的呢 本期节目就让我们好好地分析一下这件事 首先 冰日火之歌的星球和地球十分类似 有大陆 有海洋 有太阳 有月亮 还能看到其他星辰 最简单明了的证据就是卓格称丹尼为火的月亮 丹尼则称卓格为我的日与星 换句话说 与地球一样 冰日火之歌的星球也有属于自己的公转与自转 并因此产生了昼夜与四季的交替 除非马丁老爷想给冰日火之歌单独创造一套全新的物理学体系 不然 这颗星球的公转和自转也只能是固定的 昼夜与四季的交替自然也是固定的 外加上 冰日火之歌中有年这个概念 也就是星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时间 所以星球的公转轨道固定似乎已是事实 然而奇怪的是 冰日火之歌中的四季变化无常 某一个夏天可能持续三年 另一个可能持续十年 这从科学的角度解释不通啊 没关系 因为冰日火之歌不是科幻小说 说不通的事情就以魔法来解释好了 因此我们推断 一个或多个神左右着四季的长短 而有一次 这个神或这些神 制造了一个特别长 特别冷 特别黑暗的冬天 也就是所谓的 长夜 除了威斯特洛 其他已知的大陆上 也在同一时间经历了类似的长夜 在洛恩河流域 人们发现 河面被冰封 相传 一个英雄集结了所有和母神的孩子们 一起唱了一支歌 这才将黑暗与寒冷赶走 而在远东的 一地 被称为夜狮的神明 带来了寒冷与黑暗 据说 一群恶魔从灰色荒野 入侵一地 最终被一个手握光明使者的英雄 赶跑 在不同东方的地狱中 这个英雄的名字也不相同 而亚夏地区对这个英雄的描述被流传得最为广泛 在亚夏的传说中 英雄叫做亚索尔亚派 结合以上这些信息 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 长夜是一个覆盖了冰与火之歌 已知世界的重大事件 而异鬼不过是一个喜欢寒冷与黑暗的种族 他们趁着长夜这个最佳时机 入侵了威斯特洛 那么问题又来了 入侵了一地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小说的设定对这一段历史描述的相当模糊 我们只知道在长夜中 确实有什么东西入侵了一地 而与绝境长城有些类似 五座堡垒被建在了关键的位置 协助抵御这些入侵者 不过东方人的传说中 却没有提及入侵者拥有白色皮肤或蓝色的眼睛 相反直到东西方文化开始融合 东方才出现了异鬼这个词汇 这也是为什么亚索尔亚派的传说 不是从长夜发生的年代流传下来的 而是光之王的信徒们在后来编造的 仔细想想 亚索尔亚派的传说 不合理到让人想象 传说指出 灾场叫做黎明之战的死斗中 亚索尔亚派奉献妻子 终于铸成了光明使者 他在威斯特洛的北方某处 联合守夜人与森林之死 将一鬼赶回了永东之地 也就是说 在长夜的最后阶段 亚索尔亚派没去管 已经打到自家门口的奇异生物 而只和妻子一起跑到了威斯特洛 在安达尔人入侵之前 西大陆是没有像样的钢铁的 所以亚派将一把不知道 用什么材料打造的剑 刺入妻子体内 然后用这把所谓的光明使者 赶走异鬼 最后他还得举着这把 扑扑冒火的剑 一路跑回自己的老家 再用它赶跑来自 灰色荒野的入侵者 四前讲后 只有一种情况是最合理的 就是东西大陆分别在长夜中 阻止了某种生物的入侵 而就像东西大陆的人类 长得不尽相同一个道理 异鬼这个生物 也在漫长的进化史中 衍生出了西方的异鬼 和东方的异鬼 我们这些观众是人类 才习惯于站在人类的一边 觉得异鬼是邪恶的 说不定 在同样是智慧生物的异鬼眼中 人类才是邪恶的一方呢 当然 以上这些都只是推论 一个UP主个人认为 惊不惊得去推小剑不说 但起码很有意思的 推论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